香港的新冠疫情仍然是非常平穩的 而且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 正如我早前都是分析过 大家不需要太着重这些每日的数字 因为它无可避免会有一些波动 在这个总体的数字里面 大家要留意有二下两点的 第一它是包含了输入的个案 所以每一天有几多的航班底港 这些乘客里面有几多是感染的个案 都会影响过总体的数字 第二就是快速检测 因为有些日子 譬如星期六、星期日 学校不用上课 就少了很多人 少了几十万人 是需要做每天的快速检测 所以从而找到的个案 也会相认是少的 但最重要是我们看整个疫情的趋势 很明显是由四月中开始 都是一个下降的轨迹 特别在学校的情况是令人放心 因为復课之后 现在所有的中小学幼稚园都回学了 每天这七八十万的小朋友 或者学生我们都非常关心 所以要求他们做每天的快速 抗原检测 抗原检测 截至到五月二十三日 在超过一个月 復课之后 在每天的快速 抗原检测 找到个个案 就是三百四十九宗 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 我们比较放心 但是都是要审慎 所以教育局早前已经宣布 我们是要求学生 和教职员每天 入校园之前 做这个快速抗原检测 这个要求将会延续到六月下旬